苹果16发布会看完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夫关注我为你的爱机保驾护航 熬夜看完了苹果的发布会感觉这次16提升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价格跟之前完全没有调整 在这里提前做一下预测苹果16将是近几年来卖的最火的一代 我们先说基础款苹果16外观照比之前改变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不会出现像1314外观傻傻分不清的情况 一看就是新品 同样是60赫兹没有高刷 但是它的旁边多了一个拍照按钮 现在这款手机更像是一款相机支持不同手势的拍摄 按下按钮可以快速拍照 左右滑动可以调节变焦 这个功能对于喜欢拍照拍视频做自媒体的还是比较实用的 而且它的超广角像素 从Supro Max系列的2400万提升到了跟主摄一样的4800万 这个可以捕捉到更好的一个光线 使得拍摄效果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发布会讲了半个小时的相机摄影 所以说这一代的苹果手机有一种相机的错觉 处理器常规升级A18 颜色一共就这几种 还有一个就是它出了AI的功能 但是在国内今年可能用不了 所以说如果你是苹果基础管的一个预算 打算入手苹果手机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选择上一代的旗舰机 苹果15 Pro 苹果16旗舰款的处理器升级成了A18 Pro 是目前所有手机里面的性能天花板 而且它的外观大小也做出了改变 倒比之前的6.1和6.7多了两寸 就变成了6.3和6.9 所以说那些手小的女孩子 还是适合买16 Pro 因为Max你把握不住 而且16 Pro Max采用的是4766毫安的大电池 是苹果全系列手机中容量最大的 待机提升了8% 完美解决你的续航焦虑 并且充电由之前的20瓦快充 提升到了40瓦 虽然比不上安卓动不动66瓦120瓦 但是对比苹果用户用了那么多年的20瓦 还是应该感到知足 9月13号苹果16正式发售 赶紧抢一波 然后当一波黄牛 赶紧抢一波